台南观点工业区一间资源回修厂 6号凌晨金船火警 由于现场堆放了大量的易燃战板 导致火势迅速延烧 锦销货爆后也到场拉水线灌旧 详细情况要连线给记者谢凯 好主播各位观众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熊熊大火持续延烧 红色火光照亮黑夜 眼看烈焰冲点锦销货爆到场 也赶紧的拉水线灌旧 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锦销人员也拼命抢救 带你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这起注农意外 发生在台南观田工业区的 一处资源回收厂 6号凌晨忽然传出火警 锦销货爆到场也赶紧的涉水灌旧 但由于场内存放大量的战板等易燃物 因此火势也是难以控制 初不了解这间工厂约600平方公尺 估计有超过300平方公尺 已经陷入火海 就算期间有下雨 但也没带来太大的帮助 好在这起火警呢 没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但目前消防人员 还在全力的抢救当中 以上是我们到最近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一个棚内 好优优独播放的电话 OK